西伯来书第五章 事实上,每位大司祭是由人间所选拔, 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 为奉献贡物和牺牲,以赎罪过。 好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为弱点所纠缠, 因此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祭, 怎样为自己奉献。 谁也不得自己擅取这尊位, 而因蒙天主照选, 犹如亚狼一样。 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司祭的光荣, 而是向他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但那位光荣了他, 他又如在另一处说, 你照墨迹色德的品味, 永做司祭。 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 以大声哀嚎和眼泪, 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 献上了祈祷和恳求, 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 他虽然是天主子, 却有所受的苦难, 学习了服从, 且在达到完成之后, 为一切服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遂蒙天主宣称为, 按照墨迹色德品味的大司祭。 关于这事, 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 但是难以说明, 因为你们听不入耳。 按时间说, 你们本应做导师了, 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来教导你们天主道理的初级教材, 并且成了必须吃奶而不能吃硬食的人。 凡吃奶的, 因为还是个婴孩, 还不能了解正义的道理。 唯独成年人才能吃硬食, 因为他们的官能因着练习获得了熟练, 能以分辨善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送 reveal